大马是赢了波多利哥的桑切斯 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开始 两人一上场就开始 没有什么试探的过程啊 直接对攻 两位力量型的选手来对打也是很精彩的 对 那红方选手的战术突然换了战架 然后是后红梯 两位选手的身高也差不多 一位个1米85 一个1米82 哦 这个机会很好 大级别同时大动作也会有很多 刚而不笨 裁判提示了不要倒地 连两脚尖的距离都不到1米 哦 青帮那个双飞非常有效 要上分了哈 1米0 对对对 一位一个比赛 今夜的结局 一位 一位 二位 一位 小学生 一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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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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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位 第一位 第一季比赛已经结束了 青方选手土耳其的萨勒暂时领先 我们看IT队的教练是韩国人 对 看来这个阿拉伯语讲的也不错 现在像这种韩国教练遍布在世界各地都有 因为韩国毕竟是台湾道的发起国家 就像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日本的柔道教练一片 就像中国的武术乒乓球一样 对 其实台湾道最早最早的体验还是最基本的源于中国 但是由韩国来发扬光大 是 这场决赛是进入到了第二局 轻方转身的后踢没有明显的效果 对于决赛对决中的选手来说 1比0似乎不是领先或者落后的状态 对 因为打到这个级别的选手 实力都非常的相近 这队踢空啊 空腿和近距离的机会比较多 两个人都比较谨慎 前方做一个假动作然后后横踢突然进攻 支撑腿有点不稳差点怀倒 哦 终于倒地了 应该会被警告 没有 因为是重心不稳 嗯 两个人都有得分的动作 这个不算故意倒地,还是重心不稳啊 对方的下压 对方的进击率对抗的能力很强 第二局的比赛结束,场上的比分还是1比0 青方选手土耳其的萨勒暂时领先 正像你刚才所讲的,在决赛当中两位选手实力比较接近 1比0的比分绝对算不上什么优势或者劣势 对对对,往往有可能一个赛点就立马拉大比分 或者是转败为胜 所以想必双方第三局的较量会非常的精彩 最后关键的一局决定了两个人谁将是金牌的获得者 特尔西队在昨天已经拿了男子-68公斤级的金牌 今天能不能再添一枚金牌 这样追凭中国队的金牌输了 第三局赛开,更新 哦,开局了 哇,连续的击打 2比1,上来之后,红方还是非常的主动去进攻 第三回合,两方真的是倾尽全力 看来土耳其暂时还是比较有优势 对 哦,这一分非常清晰 前腿的迎击 对 现在3比1,终于拉开了比分领先的优势 现在轻方更不着急了 现在红方很想去击对方的头啊 因为落后两分 在落后的时候的进攻动作幅度很大 因为让领先的一方判断出来 对 哦,这个动作很危险 踢到了走上 时间还有30多秒 哦,下批 但是打在了护具上 两人同时摔倒 两人同时摔倒 清方被警告 时间锁上不多了 十秒 看来胜局基本上一定了 嗯,就会有蓄力性的变化 哇,看来土耳其 真的会跟中国的金牌数 会持平啊 是 这样呢,在男子 负八十公斤级的决赛 我记得决赛 土耳其选手 撒勒是3比1 战胜了 埃及选手 乌萨玛 撒勒呢 是获得了 男子八十公斤级的冠军 这种需求 他帮助 地桃 诶